在 17 世紀 歐洲的一個偏僻國家 有種神秘的疾病開始蔓延 這時傳說在某個島上 存在著治療疾病的方法 在《貪婪之秋》中 我們要扮演個有錢孝子 前往那一座島上尋找那個秘方 治療自己的母親 不過一路上的阻擾除了敵國士兵 沒想到還有許多沒見過的生物會攻擊我們 到底這個島上有的是絕望還是救贖呢 《貪婪之秋》是一款美式動作 RPG 遊戲 遊戲當中每個 NPC 都有大量的對話選項 想要透過他們完成任務 除了打打殺殺之外 還有更多的選擇喔 當主角的魅力夠高 就能夠說服目標放下武力 解鎖能力夠強就靠潛行開鎖 在敵人還沒察覺的狀況之下 就把目標偷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一路直接殺到底囉 遊戲的戰鬥系統也是一大特色 玩家要透過分配技能點數來學習新的技能 近戰系打法可以使用長劍結合反擊來痛擊對手 或是使用火槍配合陷阱 一邊射擊一邊引誘敵人 踩上你致命的圈套 或運用你天生的魔力 以強力的魔法遠距離攻擊對手 多種戰鬥模式 玩家們喜歡哪一種呢